黄少奇追不到韩瑜成泥人!浑身臭味惹人鲜! 黄少奇滴入田里,遭韩瑜嫌弃,又!图3D提供,20101803.27。 黄少奇在八点当金家好媳妇表现的可圈可点,特别是激动哭戏,在网络引起热烈讨论。 黄少奇表示,以前演戏经验不足,演哭戏时脑中要一直想对某些人的思念,或一些伤痛的事情。 黄少奇,但现在只要投入角色之中,情绪就会跟住上来。 他笑说,每次拍完激动哭戏总觉得血压上升,头也会很痛。 幸好获得观众喜爱,也让他觉得相当值得。 剧中韩瑜,饰演陈芷林,因被陷害坠海,目前下落不明。 其中黄少奇在路上看到芷林而追上去的剧情,结果不慎掉入稻田中而惨遍迷人。 黄少奇透露,稻田可能加了什么肥料,好臭。 跌下去除了臭之外,还压稻田螺跟水质。 不仅臭味一直留在身上,黄少奇还把刚插好的羊苗压,只好赶紧向农夫道歉,还顺世界浴室洗澡。 黄少奇滴入田里,图三地提供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二期。 即便在清洗过后,黄少奇身上的臭味仍无法消除,她忍不住数多韩瑜及工作人员很现实,每个人都离她很远,气得黄少奇大喊,干嘛都躲我。 不仅如此,就连回家儿子都躲住她,让黄少奇相当无言。 黄少奇滴入田里,图三地提供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二期。 0 2000零一发 0 2500零俄 0隐nant